哈囉 大家好 我現在在恰圖恰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lly 我今天來到恰圖恰市集 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恰圖恰吃了些什麼美食 交通的部分 我是從BTS Mochi站 從一號出口出去 經過恰圖恰公園就會到恰圖恰市集囉 大家在恰圖恰逛街一定要隨時補充自己的水分 因為這邊真的是非常的熱 我在這邊彩帶一下子就滿臉有光 真的非常的熱 這邊有麥當勞 他上個禮拜的話用這個Wrapping Card 可以買到一塊錢的聖誕 這個是買一送一 現在讓我們一起穿過恰圖恰公園 左邊是另外一個MRT的出口 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期待光恰圖恰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前面一頂一頂的帳篷 散過公園後入口就在正前方喔 這就是快到的節奏啊 到了之後我們先不急的吃東西 先去捷克的愛店 他覺得這個東西非常的好用 也常會買來送離職的同事 看到這裡大家有沒有在思考殺價的問題呢 在泰國購物的時候如果大家有覺得價格不合理的地方 隨時都可以提出 但也有像傑克這樣姑且疑問的心態 老闆心情好的時候會將一些價格 在這裡要提醒大家的是 千萬不要殺完價之後又跑掉喔 這是一件非常不禮貌的行為喔 想看我平時怎麼殺價 請在底下留言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現在在恰恰恰市集 今天人很多也很熱 所以今天飲料看菜一定賣得很好 今天人太緊了 我今天要利用那個 小豬甲蓋的這個APP 去找那間店 然後希望我可以找到他 加油 哈囉 今天的任務已經差不多囉 所以我現在要去找吃的 首先這間店非常的有名 而且地點又在大街旁 來看我的感想吧 哈囉 我拿到這個 不是我買了這個 這個是 小豬甲這邊很有名的小吃之音 它其實就是 大蒜麵包 一條二十塊 然後大家可以拿在手上吃 重點是它很好吃 也不會出過 應該是說你吃了之後也不會採臉 好棒 哈囉 我剛剛逛街逛的真是太累了 然後我現在在 剛好還有一攤在賣豬甲飯 我現在來吃吃看 然後這間豬甲飯 它有賣很多像龜甲啊 然後還有那個 雜辣 應該還有羊吧 我不確定 對然後它有準備了這個 泰國料理四寶 泰國料理四寶 它有賣那個豬血湯 大家到泰國一定要試試看 好 我現在吃了 我太餓了 嗯 我太餓了 吃過很多煎豬甲飯了 我覺得我 覺得這間豬甲飯 來 OK 大概十分 十分裡面 七分 但是這一間的豬肉飯很好吃 它的那個豬肉燉了很久 非常軟 非常軟 然後配上這個飯 它好吃 讚 哈囉 因為我的臉很麻辣 哈囉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不要忘記訂閱按讚 並且分享我的頻道 謝謝 掰掰